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有三十刻度工作室之作 我是林宇 也是何家荣 2118集 这个人的脑袋比人的脑袋要小 呈现出不规则的三角形 连着的脖子相比较人的脖子要细长很多 但是要灵活得多 这个脑袋在探出来的刹那 瞬间便描定了林宇 接着猛地朝林宇扑了过来 同时张开口撕咬过来 带着两颗尖锐的獠牙 直取林宇的面门 林宇只看到一张血盆大口朝着自己的脸扑了过来 心头咯噔一沉 冒足了立即下意识的一掌拍出 出的一声 他这一掌 离着这血盆大口还有几公分的刹那 那巨大的掌力便生生将这脑袋给震碎了 血肉飞溅而出 这细长的脖子也立马一软 摔到了老夫人的身上 林宇借着楼外的光线定睛 看那细长脖子的模样 才发现原来刚才铺来的那个脑袋 竟是一条毒蛇 此时他才恍然大悟 原来那毒液都是这毒蛇喷出来的 怪不得那毒液每次喷出的位置都不尽相同呢 老夫人见林宇一掌 将他辛辛苦苦养得蛇拍死了 顿时催心抛肝 怒火中烧 大吼一声张牙舞爪地朝着林宇扑了过来 林宇神色一灵 见那老夫人的毒蛇已死 也便再没了顾忌 做事就要全力出手 但是他刚要发力 却突然感觉到自己的左腿上传来一股彻骨的寒意 还有一条毒蛇吗 林宇的心头猛地一沉 完全可以通过冰冷的触感来判断 缠在自己腿上的是一条蛇 他一掌逼开老夫人低头一看 顿时心凉了半截 只见那条硬币般粗细的蛇 已经死死地缠在了自己的小腿上 舌头红线一吐 急着狠狠一口咬在了他的腿上 紧接着林宇的腿上立马传来一股挣扎般的刺痛 显然他的皮肤已经被毒蛇锋利的牙齿给刺破 而发现毒蛇的刹那林宇已经出手了 自上而下狠狠一掌劈向了毒蛇身子 尽管林宇的手掌离毒蛇的身子还有十几公分 但巨大的掌力还是生生将在毒蛇身上的血肉刮去了大部分 整个盘绕着毒蛇的身子瞬间断成竖筋 毒蛇立马松开了咬住林宇腿上的牙齿 嘶的一声叫着带着断身落地了 痛苦地扭动几下身子立马便没了声息 宝宝 我的宝宝 老妇人看到这一幕眼词欲裂心如刀割呀 她的心中又多了一丝哭腔 何家荣 我宰了你 老妇人哀声大吼 接着不顾一切地朝着林宇扑上来 林宇没敢直接触其锋芒 急忙往后退去 生怕这老妇人身上还藏有其他毒蛇 同时她体内的灵力也急速地运转起来 压制着她腿上伤口所涌上来的毒素 我要抛出你的肝 挖出你的心 踩烂你的肠子 老妇人一边加快了攻势一边 冲林宇抓狂地大吼大叫 你咒弄我的奇门绝毒 已经必死无疑 林宇躲避老妇人的攻势的间隙 呼吸逗然间加重了 胸口起伏越来越吃力 而且连躲闪的脚步也变得慢了起来 她额头上瞬间渗出了大片的冷汗 急声问道 你 你这到底是什么时候 这毒素怎么这么强 小兔崽子 是不是感觉头晕眼花 呼吸无力 这说明你的血液正在停止流动 老妇人见林宇已经出现了中毒症状 一早先前的怒气心头得意不宜冷笑一声 这蛇是我用十七种剧毒草药和毒物喂养出来的 其本身毒液的毒性便十分猛烈 再加上这十七味毒物 毒草药毒性的融合自己 毒性会瞬间激增数十倍 就是一头牛 血液里沾上一点它的毒液 也会立马暴毙而亡 你这小兔崽子确实体质过人 身体比牛还壮实 不过就算你再怎么应称 结局也都一样 老妇人咬牙气齿 林宇听到她这话一时间哭笑不得 这么说自己还应该感觉到骄傲了 几个回合之后 林宇痛苦的症状越发严重了 双腿宛如失去了知觉一般 已经开始不听使唤了 老妇人见状双眼一亮 神色欣喜 根本没有耐心等到毒素完全起作用 在林宇身上打摆子的间隙 她瞅准机会狠狠一爪 抓向林宇的咽喉 不管是哑巴还是老妇人出手的时候 攻击的重点都是林宇的薄像 面部极少攻击林宇的躯干 这一点让林宇心头诧异不已 莫非他们这么做是那个世界第一杀手叮嘱的 那这就意味着那世界第一杀手已经知道了林宇掌握至刚纯体的事 眼见着这老妇人批来的这一掌 林宇想要躲避 但是身子确实似乎也有一些不听使唤 不过她还是靠着极强的意志力 将身子生生地往旁边一拉 躲开了老妇人这一爪 老妇人一爪抓空 不怒烦喜 因为她已经看出来了 林宇现在就是一只任人蹂躏的小病机 躲得开她这一爪 躲不了她下一爪 她身子一转 再次狠狠一爪抓向林宇的咽喉 果然这一次林宇没有躲 她也无处可躲 只能下意识地往后一仰头 老妇人脸色大喜受伤 陡然间便蓄满了力道 做事要将林宇的脖子直接掐断 但是让她意外的是 她的手离林宇的喉头 还有三四厘米的刹那突然停住了 任她怎么努力也无法向前 无论如何也够不着林宇的喉咙 她身子一颤突然回过神来 发现自己脖子上正死死地掐着一只有力的手 将她固定在原地 她低头一看只见掐住她脖子的人正是林宇 她身子猛地打了个寒颤惊恐不已 不只是因为林宇掐住了她的脖子 还因为她根本就没有看清楚林宇到底是怎么出的手 不好意思啊 你的胳膊短了点 林宇双眼灵力地望着老妇人 嘴角勾起了一丝浅浅的笑意 脸上哪儿还有半分中毒的迹象 老妇人瞳孔猛地放大 眼中恐惧更是浓厚 原来林宇刚才中毒虚弱全都是装出来的 她怎么也不敢相信竟然有人能够破得了她的气毒 她身上颤了颤 然后突然张开嘴想要说话 但是林宇的手腕已经磨得咔嚓一声 将她的咽喉捏断 老妇人双眼中光芒立马暗淡下来 身子仿佛是被抽走气的气球 她软下来软绵绵地滑倒在地 对不起 我以为你嘴里有暗气呢 林宇瞥了她的尸体一眼 淡淡说道 不用抱歉 在来之前 她就已经预料到了这一刻 这个时候 背后突然响起了一阵嘶哑的声音 林宇肌肉陡然紧绷 猛地回头一看 只见身后站着那个刚才跃入下层的曹汉子 别紧张 我身上没有武器 出人意料的是曹汉子急忙冲林宇举起双手 做了一个投降的姿势 满是恳切地说道 我知道 我根本就不是你的对手 跟你交手 只有死路一条 所以 我选择谈何 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